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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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多特斯拉的香港 這個石油在現在的未來 可能在講這五年至十年 我相信也有一個很翻天覆地的改變 就是我們開始對石油的依賴逐步逐步減少 而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大家不要覺得純粹是一個能量改變 而是整個地球的地緣政治開始在改變 誰拿著石油的以往 就是決定了這個世界誰可以最有權力 現在不是 慢慢開始好像不是 能源走向多極化 你會發覺 而且大家都強調自給自足 那樣東西 這件事也會影響大家日常的生活 第三件事是什麼呢 我想這個又很不幸 瘟疫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的消息呢 現在在這個中國大陸是爆得很厲害的 我甚至乎聽到 某一些地方也都重新公佈 就是鼓勵一些人去戴口罩 那個就不是香港 那個瘟疫的陰影 還沒有消除 但是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就不主張再好 除非你看到很多的跡象 看到有一個致命率很高的病再來 你可以跟上一次瘟疫做比較 但是如果接下來的致病率 尤其是致命率和對於醫療系統的需求不是那麼大的話 就不要再亂過份地防疫了 其實就 不過這個就真的要再仔細觀察才知道 我想提到這個話題就不是純粹講瘟疫 因為瘟疫本身也未必是一個科學題材 而是說人類靠什麼科學知識去面對這個瘟疫 是 是 今年有幾個的大病 都是有幾大的突破的 就是在治療方面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現在大家聽科學新知 就不要當作一個科學的節目 因為慢慢很多 我想未來這幾年 每一個科學的突破都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裡面 具體的細節 所以你可以當作一個時事節目的節目 好的 或者一個比你看早上的財經節目好 我會覺得 肯定是的 有人不因為聽科學新知發達 聽說的 繼續會有的 繼續會有的 不過那不是你和我 我都知道 就算不是我們不要緊 給捐錢支持 OK 很緊要的 很緊要的 我和你 我們都需要燈油火立的 OK 好的 我們開始就由我去看看 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選擇那個重要性 我們今年應該是AI的 我不知道是否同意這個 是吧 都可以說是 其實我想我不會刻意地說 將究竟醫藥科學 定能源科技重要一些 還是AI科技重要一些 我覺得每一個領域都有一個很重大的突破 我們是不是都可以由這些AI 甚至乎是運算那些東西去講起呢 是的 運算方面 其一就是那個運算量 純粹是一個Hard power 第二就是那個方法 第三就是那個實際就是誰得益 這個我相信是一個很重要的 可以去據說哪家公司得益 這個有個題外話 就是這個NVIDIA這家公司現在發達了 是的 是 是 這些員工因為每個都變成這個億萬富裕 每個都不想做的 現在哪家公司停泊 都賺到盆滿盆滿的 你都知道 我們都解構過就是說那些GPU 就是他們那種產品GPU 跟那些普通的CPU 那個最基本的分別在哪裡 其實最簡單的圖像就是 在那個運算單元的配置那裡 這種叫做GPU 專門是原先設計來是用來處理圖像的 那他就是很多的 將那些運算單元組成一個小組 於是他專門做那些重複運算的那些 就會是很快 很擅長 於是你如果那個軟件的運作 譬如打遊戲機 處理圖像 需要做很多重複運算的那些 用GPU是有效過用CPU 就是說他那個在運算單元的設計排列那裡 就決定了他是做什麼擅長一些 那而想不到的就是說 人工智能那些這樣的深度學習系統 是高度依賴一些不停地重複運算的一些算法的 那所以呢 那些凡是牽涉到做人工智能 深度學習的那些這樣的運算呢 用這個GPU是大大幫助到他們的效率 那所以你看到呢 有一點點無心插扭扭承任的 就是當初NVIDIA去搞這些這樣的產品的時候 他不是為了拿來去做人工智能的需要 他當時就純粹看到那個圖像處理 或者未來那個遊戲那個需求會越來越大 那麼他設計一樣產品就不是為了拿來去做這麼廣泛的需要的 但是結果 人工智能突然之間走進來 我們現在以為人工智能都不是一件人人需要用的東西 但是可以這麼說就是你將會是不小心都會用了 那有一個就真的是我剛剛才看到的新聞消息來的 就算有出ChatGPT 你們都不是個個有份去玩 但是呢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地步就是這些這樣的語言的 這些這樣的AI工具 這些這樣的語言模型這些東西 就是你可以說一句話 然後它幫你執行命令 甚至乎它有一種更加複雜的運算的智能在背後的東西 其實已經是慢慢走進了我們的手提電話裡面 譬如說 現在你搜尋過Google 那Google後面是有套人工智能 去幫你去搞這些東西 它不只是可以幫你去找一些的資料 它甚至乎可以幫你完成一些小的任務 幫你甚至乎寫一個program仔 寫一篇文章 這些都可以無論是Microsoft Google 運用到ChatGPT 或者同等的那些語言模型 就幫你做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是你在一個電話裡用的時候 你要叫上去他們自己的公司的伺服器那裡幫你去做 是不是? 但是有沒有想過 接下來是不上網你的電話 自己都可以做到呢? 那這裡就說 你那些語言模型有沒有辦法做到微型化 而今天看到的新聞就是說 Microsoft 它開始搞一套東西就是說 可以完全是 語言模型整個size 是足夠小到的地步是變成可以在你自己的電話裡用 於是乎 你去用人工智能這件事 就不是你叫那些公司去幫你叫人工智能的功能來用 而是你直接是用到你自己的手提電話裡其中一個APP 來去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東西 所以我會看到就是說 可能明年 大家不小心已經用了一些原來裡面有人工智能 但是你用了都不知道的東西 那可能是一些健康監察的APP 或者是一些幫你去設計行程的APP 那你會發覺它幫你做的越來越多 好了 你可不可以很簡短地去總結 就是今年2023年的人工智能的突破在哪一個點呢? 我就反而傾向講多一點的運算那些東西 你說如果人工智能的突破 由很大程度體驗在語言模型 就是說如果說去CheckGPT 由1.0、2.0、3.0那些東西呢 很簡單講它的功能上面的變化 現在你說它連圖像都可以跟你去處理 那接下來一定是講一些動畫 更加複雜的東西可以處理 就是你比下去的那個數據的性質可以越來越複雜 但是我更加想講的是 背後是有什麼科學突破來支持著這些東西的發展呢? 那當然那個GPU能夠做得越來越便宜 那這個是其中之一 OK? 那你會看到NVIDIA做的東西會是越來越複雜 而且越來越不止NVIDIA會做這些這樣的運算單元 而是你會看到 接下來在那個無論量子電腦和超級電腦 它發展得越來越厲害之下 它是會再加持了我們現在這些需要運算量這麼大的人工智能的運算 那譬如說量子電腦那個突破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我很簡短的提到的 就是那個量子單元那個數量已經累積得越來越多 我們在年尾的時候講到日本準備起一個超過1000個Qbit的運算單元 結果2023年都還沒完 IBM已經整了出來 而不止中間還發生過什麼事呢? 就是就算不要想量子電腦 想回傳統的超級電腦 這個運算的設計也有一個革命性的變化 其中一個也是IBM給出來的一個貢獻就是 它將那個記憶體和那個運算 不再好像傳統的那種電腦 那些CPU和Memory那種系統這樣將它分開放 而是將它融會在整個運算單元裡面 而這個類似的東西你會發覺越來越多機構開始做了 又是剛剛這個星期 我們未必有時間很深入講了 比如澳洲也搞了一個叫Deep South的超級電腦 它也都是運用了一個思路就是說 嘗試去模擬我們人腦那個神經元的連結 來去建構的超級電腦 現在我們說的超級電腦它在用那個理念 都是跟我們舊的傳統的CPU和記憶體 那套背後的建築的結構是一樣的 但是現在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將我們這些電子的運算單元 跟我們人腦裡面的神經元的接駁做得越來越相似 然後令到我們能夠學似好像人腦那樣做一個更加高效的運算呢 那麼你會看到那個目標越來越近了 那麼現在在今年的突破就是說 你已經有一些的產品弄了出來 有一些的模型弄了出來 接下來就是說這些模型 會不會在接下來的年度展現了那個能力 發現到有些東西已經是可以超越到 舊有那種計算機的建構模式呢 那麼我們就拭無以待了 好啊 如果說那個電腦那個計算運算的能力的膨脹呢 你猜2024年會發生了什麼事呢? 嗯 那麼我就會看到幾路同時並進的了一定會是 嗯 雖然量子電腦有它的獨特性 是能夠做到很多東西超級電腦都做不到 超級電腦的研究也都不會就這樣停止的 因為呢 超級電腦是更加接近了可以給人人都可以用到的 就是比較普及的一件事來的 而我會預期 比如量子電腦那些運算呢 開始就會有些公司準備去訂造 來去放進去自己的公司輔助他們的運作 有些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 可能是一個的金融運算系統 或者是一個需要做到資訊加密的系統 你有一些運算功能這麼強的東西呢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更加高質量的加密 和更加快速的運算 那另外 如果有一些是需要牽涉到分析和去預測的 那些可以是天氣的預測 可以是股市裡面的預測 那些可以是人體免疫系統 或者那些那個身體狀況 比如說一些病情發展的預測等等 那你會發覺是會融會到這些這樣的應用 就是我起碼一個最chip 最簡單的一個預計就是 那個由今年的那個發明突破到應用 我會看到應該在明年我們就會看到很多 是啊 那個時間可能是一年之內 已經是 踏上是實質應用 或者甚至是大規模生產 這個就相當之 因為會有很多工種 會有很多特別崗位 甚至人類的生活的模式 都會因此而改變 好了 我們這一節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神秘的東西》 《神秘的東西》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的東西 那幾圖 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真的沒有配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是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我和阿企圖